我是沈偉 从事不同形式的艺术工作 这次在十一东坡里面承担总导演 编剧编舞 舞美设计 服装设计 还有整个视觉中间 这个是从零去变成个舞台作品 他的文化 他的诗词也好 他的精神也好 重新把它结构起来 就是从一个无的状态里面 把它做一个形出来 这几十年一再做这个研究 怎么样做到当代的 我们这个年代的舞蹈 是通过我们这个时代产生出来的 同时它又是跟我们中国文化有关联的 这可能是在学术上这个作品的价值 可能在全世界 不只是在中国 一个好的艺术 实际上最终还是要跟人的感官沟通 视觉也好 听觉也好 触觉也好 然后你的理性才去分析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存在 我们不会用感官去面对社会 你不会用眼睛去看 不会用耳朵去听 你不会用鼻子去闻 你不会去尝试 你不会去摸 你不会去感受那个磁场 你的身体的感应是必塞的 然后你唯一接受能力就是用文字通过你的思维 我们的任何东西通过感官才达到思维的 我的感官去认识 去感受东西 最后才可以接近到你的思维能力 我对一个东西 我会有自己的情感和感官的一个认识 只要是通过我时候 做过东西 不管是绘画还是电影 还是舞蹈 还是装置 但是歌剧 我会把它变得是有我的情感 我的感官在里面 我觉得事情一直在变化 我也在变化 我的审美也会有变化 不变的可能我就是 我事情比较认真 我觉得不变的就是我对一件事情没有怕 任何事情我都会搞得掉 剧场就是一个人类文明发展以来 体验出来的一个这样的空间 去让人意识跟人沟通的地方 是一个跟人精神交换的地方 我作为艺术 你可以放进去 也可以不需要在那里 我从小就因为意识太用了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意书 我们这个世界有什么用 艺术上做对我来说 人类的未来 我人类的价值 尊重的价值 我做艺术不完全是为我个人做的 我反映的是人类的问题 人类的共性 如果你真诚地面对它 你的真实感 你会打动自己 也可以打动别人 你会打 salad 如果你跟人家俭